那我们知道这个彩虹的一张是 这个所有金刚护法 中央的一尊 就是大威德金刚 那么大威德金刚呢 他这个 第一次我召请大威德金刚的时候 他是四大海水一起滚动 威力非常的威猛 一个金刚神 所有的这个离魔王粮 看到大威德金刚 全部通通都退散 那么这一尊也就是叫做 祥言谋尊 祥言谋尊 在藏密来讲 他是文诸斯利菩萨的化身 但是在真言中 东密 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阿弥陀佛的化身 他的咒语是 阿弥陀佛的化身 是这个手印 大威德金刚的手印 他的形象 非常的威猛 把文书 跟这个 按照藏密来讲 是 那时候 研磨 研磨 在 沙坡世界 那么 就是 横行 那么 这个 很多的众生 都遭到 研磨的破坏 文诸斯利菩萨 看见这个情形 就进到 研磨的心中 变化成为 大威德金刚 也就是降伏了 这个研磨 法王 根据这个藏密的 记载是这样的 这一尊 是 十尊刚刚的 的一个很大的 副法 就是大威德金刚 我好像 第一个传的是 大威德金刚 法 好像传过 大威德金刚 法 1995年 传过 大威德金刚 法 你们这里 有没有人 以大威德金刚 法 为 为 护法 有没有 有 这是 一尊 很大的 护法 如果跟 大威德金刚 相应 差不多 就跟 文诸斯利菩萨 相应 如果跟 文诸斯利菩萨 相应 差不多 就跟 阿弥陀佛 就相应 你相应了 大威德金刚 就等于 相应了 他的本地 文诸斯利菩萨 跟 这个 阿弥陀佛 这是 护法当中 很大的 一尊 护法 五大金刚法 就是 大威德 这个 密集 密集金刚 然后呢 喜金刚 神乐 神乐金刚 大幻化网金刚 或 十轮金刚 这是 五大金刚 大威德 金刚 一项是 黄教 黄教 格鲁派 一直很 遵从的 一个 金刚法 比赞 比赞 徒 赞 小 转 去 吐 拉 还